早上好 我是敏河 欢迎收看3月30号的百革晨报 什么是新欢旧爱 什么是情变 这些五味杂陈的情绪在巫统处理355修正案的课题上表露无遗 原本是为了要讨好新朋友而想要放弃的旧朋友 经过首相纳吉昨天晚上宣布国阵不会在国会 接手一党主席哈迪提成他的私人法案355之后 仿佛一切又回到了原本的样子 只是人们的心头里多了各种各样的情绪 今天新周日报和新报头版同时刊登了这个新闻 纳吉说国阵不会提成355修正案 也不会针对这项课题制定国阵的政策 恢复这项法案为一党的私人法案 马华总会长廖忠来就说 这是一项明智的决定 也符合了国阵的精神 首相纳吉昨天宣布有关的消息之后 今天就即将启程到印度进行为期六天的官方活动 网民对于巫统立场态度的转变 大多数认为高超的政治手腕 试了保守派的穆斯林水温之后 就把手收回来 把党内党外婉转于股掌之间 接着换个焦点来看看三星昨天晚上 在纽约发布的新旗舰机款Galaxy S8和S8 Plus 以及四大周边产品新款的旗舰机 总共有三大亮点 可说是既以后望要用来挽救三星 三大亮点就包括了三星手机有史以来超长的萤幕 比例是达到18.5比9没有实体的Home按键 另外是可以红膜辨识解锁和支付刷卡购物 第三个亮点就是三星推出了自己的Siri称为Bixby 不过目前只支援英文 桌边产品中比较特别的是三星DEX行动工作站 只要手机插入这个装置之后 接上一台荧幕和按键盘 手机就可以直接变成电脑来使用了 接着大马烟民要留意了 卫生部近期在拟定法案管制大马的吸烟人口 而在管制的措施当中包括要调高香烟的售价 把每包香烟价格从目前的17令吉 是调高到21令吉50仙 也就是涨了26.5% 卫生部副总监洛曼在接受新海峡时报访问时 就透露法案的重点 还有法案规定购买和抽烟年龄 从18岁上调到21岁 并且要扩大烟草的定义 将电子烟 水烟和咀嚼烟草产品一一纳入 而吸烟者在禁烟区内也被禁止吸香烟和电子烟 另外如果在车内是有小孩 也不能在车子里面吸烟 一旦这项新法案落实 张家未来也不能够在柜台的后方展示烟草产品 新法案有望在未来两年内颁布 任何人一旦处罚将会受到更严格的惩罚 换个看点 警方昨天侦破国内名为Venus FX的非法外汇投资公司 并且逮捕了6名公司高层 他们的年龄介于28到38岁 这家公司去年初开始在我国非法营运 嫌犯利用不存在的外汇投资 一年内是骗走了8000万令吉 更有超过23000名的投资者受骗 这家公司的诈骗手法 是设定投资额为2000令吉到4万令吉 他们在诱骗受害者上钩的时候 承诺每天会发出投资额的数8些利息 开始时确实是有定期发放利息 不过进入后期的时候就开始拖延 甚至没有再发放利息了 警方在接获408份针对这间公司的投报之后 昨天在吉隆坡、雪兰娥以及彭亨州展开连串行动 并且逮捕了6名嫌犯 严扣21天入查 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